这是我新买的一盆这个枝子花 买回来没几天了 这个叶片呢就已经开始疤黄了 那么我们为了让这个枝子花能够保命 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下狠手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些花苞给拔掉 为什么要拔掉呢 这样可以避免养分的消耗 让这个植株啊更利于呢生长 而且也能够呢给这个植株啊保命 我们像这样用剪刀啊 直接从这里把它剪掉 这样呢可以避免养分的消耗 一个花苞都不要留 留着基本上它也是开不了的 那么剪掉花苞之后呢 基本上所有的黄叶全部都要剪掉 大家在用这个剪刀之前呢 一定要经过这个消毒处理啊 才能够使用 以免呢它这个伤口啊出现感染 剪掉黄叶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再打开来看一下把里面的一些若枝 我们给它去除掉 因为这些若枝啊它也是很难长好的 而且呢这个空间呢太挤了 要给它留更多的生长空间出来才行 只留几条这个主干就可以了 看这样呢就基本上修剪完成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修剪呢 因为这样修剪可以为它腾出大部分的空间 先让它生长 而且呢也能够避免底部的这些枝条太多 然后呢密闭导致这些啊病菌的感染 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防治 然后呢 纠剪完之后 我们就配置好这个1比1000的多菌绿溶液 然后喷洒它的叶片 喷洒过后 我们再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养护 等到了它恢复健康 我们再给它正常养护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